本地华人过春节时少不了捞鱼生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尝鲜 餐饮业者陆续推出了创意鱼生 包括了以玉兔为设计主题的鱼生 还有中西合并的新尝试 收访的业者表示由于顾客 今年可以在没有防疫措施下捞鱼生 预计需求将更强劲 来看记者陈庆林的报道 白萝卜 糖冬瓜和香槟冻等食材层层叠起 一只栩栩如生的白兔 仿佛月上了饭桌 为来临兔年增添不少趣味和喜庆 富利敦酒店的这家中餐厅表示 今年推出多样以玉兔为主题的鱼生 每盘价格介于78元至688元 可在后冠病时代为一家大小带来欢乐 每年都以生俏来为主的做一个医生 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兔子 我们以那些书法有画兔子样子 主要还是看起来比较新鲜 摆出来要生动可爱 这些是增加我们华人那种传统的文化在里头 感觉更有意义 一筷子将食材高高捞起 再把铺满鱼生的饼皮送入口中 这家连锁西餐厅配合农历新年 首次推出中西合并的鱼生披萨 为了避免食材的水分影响底部饼皮的口感 菜厅也对鱼生做出特别处理 这些初一到十五都是在做烙鱼生 可是每次他们烙完的鱼生之后 他们都会把鱼生放在一边 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放在我们的披萨上面 它就会像这一个主菜也是 企业啊 甚至是华人新年食 他们都会订了披萨 也会订这个鱼生披萨来做一个楼上 不用再另外订多一个鱼生 业者说虽然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但相信反应会不错 尤其是来自企业的预定 两家餐厅也认为 农历新年前的一周 预定的人数将增多